Hello 各位永安旅遊的粉絲你們好 我是真是偉 今次和大家介紹這條CB值很高的旅行團路線 就是新色群馬和東京的文化之旅 先講新色 我本身很喜歡新色 因為新色有靚米、靚酒和靚景 先講靚酒 其實這條路線會去的月後清酒博物館很好玩 因為你可以買代幣用試飲架試勻很多不同的日本酒 可以喝到你醉 還有另一個地方就是白海山雪室建殼 看看以前未有雪櫃時怎樣用雪去做雪室熟成的酒 而且那裡有很多酒 只在那個位置才能買到 其他地方是買不到 而且很好味 我當時也買了幾瓶 如果你去的話 記得買回來 除此之外還有青津峽隧道的天空之鏡 這個地方都很漂亮 一半是水 一半是風景 春夏秋冬出來的景色都不一樣 以上這些地方我之前拍和式去上信越和新色都拍過 如果想多看一點 記得看我的影片 除此之外這條線算是玩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體驗行程 例如可以試用新色的米去做米餅煎餅體驗 又可以去杜米體驗學校做中連糕體驗 還有新色地道的連糕料理 還有群馬的達摩點睛體驗 還有現三條的鐵器製作體驗 哇 真是很多體驗 還有可以去果園摘水果 所以真的滿足大家吃日本的水果 玩 美景 溫泉 所有你掛念日本的元素都在裡面 所以這條新色群馬東京的線我自己都蠻喜歡的 如果你正在想的話 別想了 快點準備心情出發 別走 還有我的私心推介 其實今次這條旅行團路線是會去廉仓的 如果大家遲些都有機會自由行去廉仓的話 都可以記住這個地方 Mont Blanc Sten 其實是一個專吃生栗子蛋糕的地方 近這幾年日本很流行吃生栗子蛋糕 而這個地方除了好吃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甜品打卡很漂亮 還會用時令的食材去做不同的甜品 所以遲些自由行可以去到的朋友 記住記住這個地方就可以嘗嘗它的味道 如果現在未去到的都不要緊 我們還可以上生活館看看 究竟在世界各地有什麼好東西 好東西吃可以先吃 覺得好吃 掛著這股味道就出發去玩吧